看电影懂人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沃龙影视 我是花花 感谢各位如约收看我们的节目 不远的将来 人类世界是否会变成一个 由代码和程序控制的机器世界 这是谁也没办法预测的事情 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 科技会逐渐主宰人类的生活 创造出一个别样的世界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 美国科幻电影 骇客任务 又名黑客帝国 尼默具有双重身份 一个身份是知名的网络黑客 任何犯罪都与他有关 另一个身份是科技公司的 高级程序员安德森 他的生活不知不觉的就发生了改变 一天晚上他从梦中进行 便发现电脑屏幕上 闪现着一行行话 他潜意识地根据指令 去找了黑客崔尼蒂 崔尼蒂告诉尼默 是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人 尼默起初难以相信自己的经历 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 第二天他在公司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放着一部手机 电话铃声响起 里面出现了黑客组织首领 莫菲斯的声音 莫菲斯告诉他特工正在到处找他 而他要不就选择被他们带走 要么就从高楼上逃走 害怕的尼默还是被抓走了 特工告诉尼默真实的情况 可他自己却不相信 自己具有双重身份 他极力否认也分不清自己 到底是在做梦 还是在现实世界里 村里帝再次找到尼默 将他带到了莫菲斯的面前 莫菲斯告诉尼默 眼前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红药丸 揭开自己心中的疑问 另一个是蓝药丸 回归正常的生活 出于强烈的好奇 尼默选择了红药丸 吃下药丸之后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这个是未来的世界 不再是1999年 而是2199年 莫菲斯对尼默进行了改造 将它变成了和自己 以及其他人一样的物种 脑袋后面有着一个插口 可以连接代码创造的虚拟世界 原来现实世界 其实是由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 人工智能系统控制 人们就像他们饲养的动物 没有自由和思想 而尼奥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莫菲斯一直相信自己寻找的人就是尼默 一开始尼默并无法接受眼前所发生的变化 接近疯狂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开始接近的适应 并且开始进行各种训练 他的表现远引超出莫菲斯的预料 尼默的力量又快又强 尼默慢慢的就超过了其他人 甚至达到了和莫菲斯相持的水平 为了证明尼默是救世主 莫菲斯带着一行人进行了代码运行的世界里 有多则在飞船里进行操控 可是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里根背叛了大家 贝蒂里和特工联合来消灭他们 顽强抵抗之下 他们失去了三名成员 里根也被杀死了 虽然崔尼迪和尼默逃了出来 可莫菲斯却被特工抓走了 眼看着莫菲斯的意识逐渐被控制 尼默决定再次进入虚拟世界里 救出莫菲斯 在两个人的努力下 两人顺利地救出了莫菲斯 电话响起莫菲斯和崔尼迪从中逃出 尼默又困在了里面 跟特工进行着决斗 可他力量不敌三名特工 被乱枪打死 此时飞船也遭受着特工派来的哨兵攻击 看着尼默的心跳停止 崔尼迪才说出了自己爱上尼默的心声 痛苦地拥吻了他 就是这一份尼默重新活了过来 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拯救了自己的队友们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不得不说 这部二十世纪派出的电影 到现在依然令人惊叹不已 无论是从科技还是理念 都是跨时代的想象 作为一部科幻片 真的非常值得一看 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畅所预言吧 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最后小主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谢谢大家